他凭什么跟你推我 我哪知道啊 他那天包着饺子 我还夸他能干呢 他突然就炸了 要跟我分手 你说什么 我当时就说 我说等咱们过年的时候 他跟我妈包饺子 然后我跟我妈在看电视 聊天 这家人多温馨啊 对不对 你心里怎么想是一回事 你好歹面上装一装啊 就拿我跟你嫂子没结婚的 我不仅做家务 还特意学了她喜欢吃的菜 在考察了好久 他讨厌跟我结婚 但是啊 你看我现在 家里的事还用我动手了吗 原来 他并不是结了婚就变了 你脱了多少 变了衣服脱下来扔脏衣楼里 你以前多勤快啊 这么结了婚就跟变了个人 你要看不惯你就熟悉 别劳搭我 起点了还不做饭啊 我不做了 做 自打结婚 你一直出房子没进过 去哪儿啊 你不做饭 我睡一根哥们去 那嫂子 就没意见了 就说男人结了婚会变 他也不能因为这点小事 跟我离婚啊 嗯 那个哥 那个彩礼的事怎么说 我跟他因为彩礼 他懵过一次 谁家又不是出不起这个钱 他既然要 又偷偷点给 那么多钱呢 凭什么 又偷偷点 彩礼都是会带回的 他结婚之后啊 你就跟他说 家里有事需要用钱 他还能不拿这个钱吗 就连他给出的诚意 先早就想好了怎么收回 小孙介绍那个就挺好的 怎么突然想去买这个了 还不是担心 当我老了 病了 连累你了 是啊 那你买呗 多少钱啊 不多 我和你爸一人十万 可惜啊 妈的钱呢 都存银行运气了 小孙介绍 要不然 想把菜拿出来 给爸妈用你钱 这个办法行 妈 那保险 好不好 怎么不靠谱啊 人家好多人抢呢 人家可说了 如果子女拦着不让买呀 那就是不孝顺 你说 是不是这么点 哥 你这点醒我 爱哥 你说 女方要是结婚 她想完几年要孩子 怎么办 现在都是什么 社会中气 这种情话 你就得顺着她说 你就说 哎 瞧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不是这么想的呀 你说我结婚 不就是为了生亡 不是 你顺着她 说几句好话 也不会怎么样 结了婚之后啊 自然有家里的长辈 就觉得 跟咱们没什么关系 我以为的思想合拍 原来 只是它别有用心的附和 一想到你们现在还没个孩子 我半夜都睡不着觉 妈 我们这结婚才半年 还想拖到什么时候 等到你变成高流产妇 那生下的孩子 能健康能聪明吗 可是说好再过两天 工作发展得正好 小多长点钱 那是我 是长辈 那我能说什么 我倒是觉得 你跟你脾气有点大了 听我妈那是越来越没耐心了 怎么回事啊 她要是坚持不胜 你别说我妈了 她妈也不能同意啊 是不是 那得装到什么时候啊 等她有了你的孩子之后 她就被特意困住了 那时候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嫂子你别介意啊 那个我哥她就是喝多了 行酒 要不是她喝多了 我还听不到这些真人 等等等等 我没喝多啊 你怕她干嘛 啊 不是你想怎么样啊 别说了高 你能跟我离婚吗 你别说了高 我可是给了你们家十八万八的 十八万八 你说我不能现在玩什么样的 你干什么 没想的话 我再帮你回忆回忆 那钱早就全给你妈买保险了 要不要 离婚吧 你走 你正举荐 小莉 小莉小莉 有的人不是突然不爱了 只是懒得继续哑 有的人也不是突然就变了 只是不想